大家好 我是五仔 講時政也聽到我的聲音 是呀 最近我嚇唸 跟大家陳述一下發生什麼事 我跟OK仔其實也經常開會 我也說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免得他自己拿WhatsApp通話來爆給大家聽 那不如我自己說吧 請大家給個like每個小時進來 搞一看我們有沒有新片更新 這一節我們就說說 香港現在整個簡約公屋 咦 這樣就好 很多人就有屋住 但是有人說 你的造價是貴到離譜的 你這樣貴也不要緊 不過你說簡約公屋 那些人可以繼續住下去的 他不是的 又爆出來說 用五年而已 住五年就拆了 號資267億嗎? 不是吧 簡約公屋造價比公屋居屋還貴 有沒有搞錯啊 整件事 喂 如果我在這個方面 我又想 你二百多億 你放那些人進去住五年的話 那不如你把那些錢派了他就更好 派了那些錢就沒有窮人了 那裡二百多億啊 那裡你那裡住多少人呢 你那裡住多少錢呢 那裡住五年就拆了 也不妨是人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奇怪的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聽聽OK仔陳述一下 謝謝吳仔 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都拘捕了頭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啊 簡約公屋更貴過建造成本 你說 貴過居屋已經是一個問號來的了 你貴過公屋更加投行 整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簡約公屋理論上不是最便宜嗎 什麼叫簡約公屋 都結合回傳統公屋的供應量 希望擴大整個公屋的上樓鏈 我們這樣說 那個量 這件事本身 希望減短大家的輪候時間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也都這個政策 你說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想到這個方法 好過沒有啊 有些人覺得very good也好 但是 會有人出來說 要建這些這麼簡約公屋 跟臨時負荷居有什麼分別呢 又不要這麼說啊 臨時負荷居跟這間簡約公屋 裡面的裝修 雖然加到一個簡約上面 但是 比起以前的臨時負荷居 怎麼都會好些 其實 講到這個 簡約公屋 是用傳統公屋做一個基礎 由建築處負責設計和興建的 考慮 接下來 就會被一些社會福利機構 去幫忙管理 而講到裡面 那個空間 一定會比傳統公屋小一點 由107平方尺 到333平方尺 哎呀 都是大一點的 比起劏房 但是裡面 是有獨立洗手間 煮食空間 冷氣機 以及熱水爐 所以 你去到這個位置 又怎麼能夠跟臨時負荷區比呢 它一定會好些 但是 根據現在政府提出的數字 我們又覺得 會不會拿來一些呢 如果 你比起 傳統公屋 都還要貴的建造成本 那為什麼不拿回來出來建公屋 有人會覺得 時間問題嘛 現在要快 什麼都要快 那是不是因為快 所以貴呢 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政府公布 那個簡約房屋的建造成本 就說現在要267億 他們 除開每個單位 公屋 65萬 居屋 76萬 簡約公屋 就90萬 去到這個位置 你可以想到一個問題 你要快 又不起得高 那單位數少 如果都是用回同樣方式 或者叫做接近的材料 你公屋一定是最便宜的 因為你每棟 我當你是Y型 我忘記現在是H型 隨便吧 每棟樓宇 他們能夠容納的單位 一定是最多 你居屋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 如果你同一個按照成本去計算 公屋一定是最便宜的 但是為什麼簡約房屋現在最貴呢 裡面當然涉及的就是 叫做單位少 除掉單位便大 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裡究竟用了什麼 之前又說 又不是做到方艙那樣的嗎 我們看看今次政府公佈這個數字上面 有幾嚇人 根據本土研究社估計 原來簡約公屋都要打裝起 不是吧 這麼嚴重 這件事也是導致它推高成本的原因 因為 在簡約公屋的成本 程序 基本上 和傳統公屋是沒有分別 更加說到 這些居住期只有五年 隨時可能要拆 這樣就不行 你公屋都是限定住四十年 五十年 你住五年就說要拆成本效益 不是很浪費 所以有人就覺得貴價不飽 真是恐怖了 那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簡約公屋的設計 由建築工程 再加上政府的行政開支 造價三百二十億 正是設計和建築成本已經有二百六十七億 如果要用政府預計提供三萬個單位去計 所以就出現了八十九萬的成本 根據房委會今年披露的居屋建築成本預算和相關數據 目前每個公屋單位建築成本大約六十五萬 已經比上年多了四萬 居屋更加是七十六萬 比前一年跌了十四萬 所以如果你有比較之下 就有傷害 加上這個簡約公屋是過度性的 所以有人覺得不值得 更加有這些研究社說 在政府文件中看到一些端倪 就是簡約公屋仍然還要打樁 又要做回整個流程 跟公屋一模一樣 住五年轉過頭拆掉 這件事不如有人建議 不要搞了 你把地皮拿出來 建公屋更好 當然有立法會議員也就這件事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 鄭永迅接受電台訪問 首先覺得政府終於有追進度 因為他們已經選了四幅地皮 在哪裏? 在屯門區3A 屯門第54區 上水連塘和元朗某地方 這幾個地方都是比較北區 是否有人說 這麼遠? 當然鄭永迅覺得 政府現在起碼有消息 有進度可以追 而說到部分選址 他們的原有地區 都已經有社區 或者設備都相當完善 但是他們覺得 起歸起 可能要跟當地的居民溝通好 要不然到時候 你待會多人住 當地的交通或者設施 不能夠容納到 這是另一個問題 鄭永迅稱讚政府 急市民所急的認為 簡約公屋為市民提供向上流動的單位 簡約公屋向上流動 我自己覺得 可以 其實我們之前也解釋過 公屋居屋市樓的梯級 你怎樣想辦法拉低一點 這也是一個值得考慮 你說用這個簡約公屋 是不是再把門檻降低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他比起公屋 普通的公屋便宜一點 但是你現在提供的單位不夠多 這也是一個問題 你依然還有很多人在輪候公屋 另外 就是可能有些人 他連輪候公屋的資格 又門檻進不到 捱貴騷 那些夾在中間那些 那又怎麼辦 這個也是要關乎 政府的政策如何幫助樓市 或者去處理一下 這一群夾在中間 我又未能夠這麼說的夾心階層 可能真的剛剛民變超標 你知道現在排公屋的一兩人的收入水平 真的比較少 這也是被人覺得 那門檻又是難入的 但是 說到這四個地點都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但是 鄭永迅覺得 你預計喜好之後 有幾千名居民進去 始終也有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地方選址 全部都在新界 更加有些住戶 隔壁是豪宅 這個問題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等同之前日出康城 有些人說 不要起工 不要 不要 搞到樓價都不停 各樣各樣 很擔心 業主很擔心他們附近的環境 但是這次更加爆出 有機會 在旁邊 就是豪宅 你突然搞些簡約公屋在旁邊 整個觀錦或者鄰近的業主 又會不會炸營 這個也是非常深的議題 因為 現在說到元朗那邊 很近的 很近錦秀花園 很麻煩 如果近錦秀花園 到時候那班的業主 會不會出聲 不碰當 另外 亦都會 可以說一下 那個地方本身的交通 只有兩個巴士站 那你 是不是又需要找些巴士 小巴站 應該這樣說 是兩個小巴站 那是不是想辦法 要增加些巴士 其實 在元朗新界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 不是只是巴士可以接駁 是靠小巴才能接駁 如果那個地方 突然人數激增 這輛車 車不及 真的 一輛車只有十多釘 我排到天厄都未出 不如滾下山 很多都會這樣 住新界 因為我自己踩單車出去 下雨天 天氣不好 我說不想踩車 你又沒有巴士 巴士也起碼 一輛大一點 所以政府也要去研究 但是另外 有一些是 litigation 但是有人就研究 既然可以拍攝 附近有豪宅 會不會有人先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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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這個也是政府要研究的項目 他們如何說服 或者和一些私人土地業主 如何表明意向 究竟他們接下來 在這裏建些簡約公屋 也是一個議題 除了这个简约公屋选址,价钱方面我们的局长就出声 他说,为什么这么贵,被人问吧 我们的局长就说,你不要自以为就这样随条数就可以了 我们的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就回应,关于每个单位建造成本 比起公屋更贵过居屋,这件事 他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到屯门,简约公屋选址会起16-18层高 所以就要打装,做这些地基工程 更加要做升级,做相关休闲设施,所以造价会比较贵 其实说出几样东西贵,升级,打装 他说,简约公屋建造的方法,无论如何结构加固 电机,安装都比起其他公屋,居屋复杂 所以这个价钱,局长就说,不是像你们这样 拿个计数机,多少钱做价,然后除几个单位 这样就等于每个单位的价钱 不过我非常令人担心,你这块地如果真的做五年 转过头又要荒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浪费呢? 因为每年,其实每五年,这些地方每年都有人用 或者香港一直都需要这些叫做简约公屋的地方出现 如果他们真的走顺了的时候 拿这些地皮做一个临时性 我觉得好像有些不实在 会不会说出一些地皮是专货比较好些呢? 你不需要拆,当然最好就不要有临时公屋 这些叫做简约公屋的出现 全部按正常的程序可以上到公屋 我相信不是五年十年可以追到很多的进度 政府始终起楼,你都知道要时间的 你以为是砌这局,砌这局也要时间 对着一幅槽子砌,何况起楼呢? 这五年十年的地皮 又要转头还给政府 甚至乎拿出来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二百多亿这个造价 又真是令人担心 当然屯门他们选了这两个地皮 是本身都有交通完善的配套 例如在轻铁站旁边 他们预计可以两幅地一起做了7000个单位 在上水连堂更加可以提供1000个单位 最快一年多可以完工 他们就说 起矮一点就快一点 但是起矮一点就快一点 建造成本就很夸张 这也是另一个话题 这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因为始终有建筑业界人士爆料 一般高楼大厦的地基成本 每尺600到700元 当你700元去计算 一个200尺 单位地基成本是14万 连同过渡性房屋55万 所以单位成本大概是69万 远低于现在平均价89万.3 所以有人就觉得 这条数好像大了些 究竟是否真的好像我们的局长 说你还有其他东西 不是就这样计算 因为还有add on人手 这个也很新的 曾经有测量师出来说 因为你里面好像起荒仓 每个单位大概200尺 有了独立厕所 有了洗凉的地方 窗口冷气机 还有桌子 这东西都是比较 不是很贵 没有理由跌出来那么多 所以有人就觉得 现在质疑 为什么那条数是这么贵 而且 这些地基 你打完转过头 就会走的了 为什么不像用荒仓 那种方法呢 因为他们觉得 你用这么短期的流域 走去打桩 简直是浪费公帑之余 又不切实际 地基又不能够循环再用 这样吗 所以这个 有很多团体现在就出来研究 究竟这东西是否需要再去改善一下 或者去如何研究一下 因为这些简约公屋 你不用 或者你要退出地皮之后 是不是真的要坏掉它 如何可以让它方便移动 但是有人觉得 移动起来 到时候会散的 或者会烂的 这个就是值得探讨 香港我们建房子 经常都觉得 因为串金尺土 一定要鬼链这么高 你先计算平均尺价 才能回到本 如果我们又想起得快 局长说的 那你就起矮一点 但是起矮一点 整件事就很贵 这个是否要重新扭一下 或者想一下 那 郑永迅觉得 现在政府好像 贴钱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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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如用方仓的模式 更快 是吧 三层三层三层 或者他们如何研究到 比较高一两层 但是有人说 哇 起太高不行啊 到时候老人家走不到 那当然 这也是另一个麻烦问题 因为更加说到 现在选址这么偏僻 对一些市区的劏房户来说 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 喂 大哥 我住在市区 你真是叫我走进去元朗新界 那这件事 会不会有办法 可以在港岛区选址呢 这个话题 你可以看回 如果政府用这种模式去建计的话 我相信 在港岛区这些 那么漂亮的地段 或者九龙旺区这么漂亮的地段 很难会找到一幅地皮 让你建这么矮的房子 要不就是你整个九龙城建了 旧时九龙城的房子 因为要遷就旧机场 那些房子有一个封顶位 那现在是否可以慢慢游高一点 这个此其一 其二 你如何去旧区重建 近期就算就住强帕门栏 已经一个问题 看看究竟政府 如果你打算可以在 九龙或者港岛找到福地 让你建到这些五年楼 转过头 转过头不用 又拿出来 我相信 皮费不止二百多亿 每间不止这么贵 我相信是double再double 这件事也有关注劏房的团体 对于政府现在选择 在新界都表示了解 因为始终市区 好像我刚才所说 是真的难找地皮 但是政府更加 因此要对劏房户的协助 要增加 第一件事 就是如何保障 住在市区的劏房户 堆到新界 而他们的交通 因为习惯了交通方便 而如果附近的交通不方便 他们又会不会选择 因为始终工作机会 读书这些东西 都是的 你跨了他 可能那位单亲妈妈 或者爹地 他在九龙区 官堂上班 他在官堂区住劏房 突然你放到他去元朗 放到他去上水 那又怎么办 你迫着转工 那他又能不能够换到工作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 所以今次这个简约公屋 推了出来 被人曝光 究竟这个建造成本 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分的贵 看看大家如何去解读 因为始终 如果用了五年 我觉得整件事就好像不太合理 太短了 不合乎我们香港人那种 不是核心价值 你知道一件事 会更加用到尽 没有理由五年 新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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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